Hi 大家好 我是杰蜜 今天的影片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KMEC 在4月推出的 新款眼影蜜 前陣子我在粉絲團有預告過 這款眼影蜜 在日本推出三個色號 我目前手上的分別是02的櫻花粉 以及03的薰衣草籽 而沒有入手的01號是古銅筋 其中我購買的03號薰衣草籽為限定色 現在應該是買不到了 自從我買了到現在也使用過好幾次 但跟我手邊現有的眼影霜相比 KMEC 實在不是我畫眼妝時的第一選擇 我先示範顏色給大家看 那產品心得一樣放在最後 太多字幕記者 describes ized ! 这款眼影蜜主打的是质地细致水润 用量只需要一咪咪就能推得非常均匀 它的颜色呢就是非常的低调自然 然后带有非常非常内敛的光芒 如果你喜欢的是高调的超显色 那这一款你不需要考虑 像这种粉粉的颜色啊 有些朋友会觉得会不会擦上去之后眼睛看起来泡泡的 那其实我试用了好几次我是觉得不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可以放心的购买 因为它颜色真的很自然 我建议当成眼影打底霜使用也是不错的方式 那我使用到现在都没有遇过极限的问题 那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优秀 有优点当然也有缺点 那其实我已经用了好几次了 但偶尔还是控制不了使用的一量 它洞口其实蛮大的 那再加上它质地非常非常的湿润 有时候稍微对瓶口湿力时 它就啪的流出来 我现在目前找到最好的方式是 瓶口朝上这样挤压 比较可以控制用量 因为如果你是瓶口朝下这样挤压的话 很容易流出来过多 非常浪费 如果你用量过多的话 抹在眼皮上 它也不会比较显色 反而会让你的眼皮有 就是一坨在那边很不好看 那我是建议如果你希望它显色一点的话呢 建议少量多次的去把它推开来 慢慢叠擦 那最近听说台湾的cosme也买得到 只是03号的薰衣草色 因为是限量的 那可能大家就要碰碰运气 看日本还找不找得到 台湾的话我不太确定买不买得到 日本定价这款眼影蜜 差不多折合台币140左右 那因为当时我是跟代购买了 我好像买了一条220吧 我觉得还蛮贵的 那就只能当做早卖早享受啰 毕竟我也抢到了这一支03的限量薰衣草紫色 我近期最喜欢的是ELF这一款AQUA的眼影蜜 因为它是棒状的 我觉得它真的方便很多 所以我其实KMAC的我真的很少用它 就因为它控制量的问题 还有我个人比较喜欢显色的眼影霜 那ELF的眼影蜜呢 我会在之后的影片再专门介绍它 以上就是我今天快速试试 KMAC的眼影蜜的小小心得 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